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字既然会用在人名里 应该说明在当时他还没有错误的意思 至于秦国这边主将是谁 战果如何就已经不得而知了 这应该不重要 因为这一年里真正重要的事情 只有一件 秦孝公死了 秦孝公在位一共24年 一开始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给秦国规划的宏伟蓝图 终于在去世之前全部完成 称霸也称了 河西之地也抢过来了 魏国呢也服软了 自己可以死得了无遗憾 但是随着秦孝公这一死 商鞅马上就要倒霉了 一直以来 秦孝公都是商鞅头上 唯一的一把保护伞 商鞅正是顶着这把大伞 才可以肆无忌惮 满世界去得罪人 得罪各种在秦国 树大根深 位高权重 他其实根本得罪不起的人 但他没办法温和 因为一旦温和下来 保护伞首先就会弃他而去 他在秦国呢毫无根基 要想成就非常事业 必须施展雷霆手段 他如果不对自己狠 不对别人狠 生活呢就会对他狠 所以在他的位置上 就算明知道保护伞会有倒下的风险 也只能赌运气 放手一搏 古代社会毕竟医疗水平低下 任凭是可以一致千金的帝王将相 疾病和死亡 也总是说来就来 让人猝不及防 让生活呢充满了无常感 所以像商鞅这种全臣 最能让自己安心的自保方式 就是篡位 让自己手里的权利保护自己 而不是借用别人的权利来保护自己 就算还篡不了位 至少要做到只手遮天 把国军啊架空 历史上这类例子实在太多 秦朝有赵高 汉朝有曹操 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 但商鞅的尴尬在于 他所生活的战国时代 是一个从宗法向地质过渡的阶段 彻底极权化的政治结构 还要等到秦国变成秦朝 才算正式定型 商鞅就算想学赵高啊 也学不来 更何况继位的秦桧文王 既不是顽固子弟 也一点都不糊涂 这门课讲到现在 我已经带你看了 好几起战国时代 篡权夺位的事情 基本上都属于宗法系统里的 小宗篡夺大宗 而外星人篡位成功的 只有田家人篡夺 江姓齐国这种特殊事件 而即便是田家人 也是靠着多少代人的不断积累 才终于找准机会 完成了最后的税稻渠成 这也是为什么国军 爱用外人的一个原因 像齐威王有可能担心田纪谋反 但不会担心邹纪谋反 正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远处的石头 未必真就比守边的美鱼更硬 但外来的人才 方便帮着国军摆平那些 不符管教的三亲六气 更加方便的是 在事情摆平之后 这个外人随时可以抛弃 但毕竟只是一块石头 只有工具属性而已 商鞅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秦孝公一死 迫在眉睫的问题 只有一个 怎么自保 武企的教训就是 商鞅的前车之鉴 如果和武企对比一下 商鞅的优势和劣势都更突出 优势在于 商鞅经营秦国 远比武企经营楚国来得成功 而且这么多年下来 再不记忆都该有自己的威望 和自己的班底 而劣势在于 商鞅的手段比武企狠拉太多 和权贵集团结仇啊 结得太深了 甚至有深到不可调和 不共戴天的地步 这笔账 很容易就能算清楚 结论也很清楚 赶紧跑路吧 像田稷一样流亡国外 只要商鞅 愿意流亡 秦桧文王 也没有道理赶尽杀绝 但是苦心经营 多少年来才换来的 这个财富和地位 哪就那么容易丢掉呢 秦桧文王 也有迫在眉睫的问题 需要解决 那就是怎么才能把位子坐稳 把这个权力抓捞 在他的位置上 解决这种问题 并不需要马上做出 多大的成绩 所谓 新官上任三把火 只是针对商鞅 这种位置而言的 秦桧文王的当务之急 不是做事 而是表态 只有对敏感问题 迅速表态 才能够在短时间里 最大限度的争取盟友 完成统战事业 那么什么才是 秦国上下最敏感的问题呢 下意见 就是怎么处置商鞅 前面讲过 当初秦桧文王 还是太子的时候 两位老师 公子钱和公孙甲 就曾经带他受过 被商鞅动了大戏 现在啊 风水轮流转 该是秦桧文王 对商鞅打击报复的时候了 就算秦桧文王 不仅宽宏大量 而且声名大义 真心感激这位改革家 为秦国富强 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出于统战的目的 这时候也很有必要 学习一下孙并的因事力道 把商鞅牺牲掉 让太多人的积怨 有个宣泄的出口 资质通鉴的记载是 公子前一党 告发商鞅 意图谋反 商鞅逃过了官吏的抓捕 到卫国避难 但卫国拒绝商鞅入境 商鞅只好回到秦国 在自己的封地商屋 发兵被禁 攻打正地 秦国人攻击商鞅 把他杀了 把尸体车裂示众 还杀光了他的全家 关于商鞅被杀的具体地点 资质通鉴没讲 是一个叫铜的地方 鸿铜铜的铜 也许你还有印象 前面讲过 这里原先是西州初年分封的铜博国 属于基内诸侯 背靠秦岭 具体位置在今天陕西省 魏南市华州区 故城村一带 就在商鞅被杀的12年前 秦国和魏国在这里呢 举行卖交会谈 如果战国策的记载可靠的话 那么商鞅当时扯下一番弥天大谎 把魏惠网狠狠地忽悠了一通 这件事里最大的疑点 就是商鞅受到的诬告 以当时的情境来说 商鞅并不存在篡位的可能 说他谋反应该也没有人信 而问题是 就算大家都不相信 但呢 也都乐得表达出 深信不疑的态度 商鞅自己应该很明白了 一旦被捕受审 注定啊 白口莫辩 这时候再想流亡 就已经来不及了 他也只好啊 破罐子破摔 真的起兵造反了 起兵造反这件事 同样疑点很大 因为商鞅这么多年 在秦国大搞法制建设 基本搞成了一套 自动化的管理流程 最大限度 避免了主观判断的干扰 社会 就像一架大机器 每个人 都是这架大机器上的 一颗螺丝钉 凡事呢 都有规章制度 一切都要照章办事 所以就算商务十五亿 是商鞅自己的封地 但一来 商鞅不可能有直接的管理权 二来 征兵 发兵 出战 每个环节 都有固定程序 商鞅再怎么有本事 瞒天过海 也很难带着这支军队 直接和秦国政府为敌 所以有人推测 商鞅并不是要打秦国的政地 而是要去韩国 正指的是因为 迁都新政 而被称为正国的韩国 这样的打法 既可以避开秦国的军事重镇 行军道路呢 也很通畅 向北走不远 就可以借助落水 顺流而下 到达韩国西部 史记还有一种 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商鞅呢 北屋谋反之后 知身逃亡 路上需要住店 但拿不出证明身份的文件 管理客栈的人呢 不知道眼前这位啊 就是商鞅 还跟他解释说啊 商君的法令有规定 如果我给您行了方便 我呢 就要承担连坐的责任 商鞅啊 长叹了一口气 说出了一句名言 原文是 截乎 违法之弊 医治此在 意思是说 天哪 没想到法治的弊病 竟然这么深啊 这句话 后来被概括成一个成语 做法自弊 商鞅自作自受 千秋万事 沦为笑柄 当然 这段内容 很可能是儒家故意编派的 说明搞法治 不会有好下场 商鞅的下场 不仅是全家都被杀光 自己被杀之后 还遭到车裂 惨壮展示给所有人看 车裂到底是怎样一种刑罚呢 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五马分尸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